天主、春秋、惠羊淡水高鐵站旁邊600米的樓盤 靈仔首期 包括送月供 送月供跟其他開發箱不同 怎樣送呢? 除了送到你交楼之外 還會送到你出雄本位置 客廳的位置都是夠小食用 方方正正的 同樣都是一個樹廳 餐廳和客廳是不分離的 顯得整個廳氣派很大 床在現時就放到一個尾巴的大床 還可以放兩個床頭櫃 還可以放到一、二、三、三邊落床 以及潮欄 這裡開始全部都是獨門獨戶 包括公共位置的大飄台 以及大飄倉的採工位置 都是一戶人可以享受到 一戶人就不會太壓抑 是 341點2點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是惠阳淡水的高铁站旁边600米的楼盘 这个楼盘有什么好呢 正 怎样正呢 半山豪宅 怎么说呢 门口这条路 这条路不是斜坡 这是我们的私家路 开发商自己扔钱看的私家路 因为它是属于我们阿公顶的新龙公园 这个小一级风景区楼 即是山脚下的楼居 所以这个私家路是很隐蔽的 现时呢 我来到我们的销售中心 亦是我们营销中心的位置 这个楼盘不是很大 也可以 的 自大花园 整个两栋 每个栋分为一栋 一栋和二栋 现在我们要向西枉的 是我包着绿妆的赚外价 旧一栋 主买是二栋 公安这两腰四伙拾 doctrinal 这个样板房的示范单位 稍后朱智会带大家上去看 但我们的示范单位看的是 我们这里二栋三楼的示范单位 它的积有88的山房两厅一卫的 潮南的全面山景的 以及我们97的山房两厅两卫的 这个南不对楼双路蹄的山景 包围着的楼宇来的 那我们为什么会今天来到这里呢 因为这里现在便宜了 价钱就是在九字头就可以买到 约往九泉三楼就可以买到一个屋 还有它现在有个活动就是灵仔首期 包括送月工 它送月工和其他开发箱不同 它怎么送呢 它除了送到你交楼之外 还会送到你出红本位置 换言之说你出防肯证之前 亦都不用月工 都会开发箱送的 一直送到你出防肯证为止 所以这个就不用怕后期有什么问题 还有合同也是写着 今年十二月之前都会交楼的 即是很快 还有十一个月 那我们呢 废话不多说了 我们上去看看实景先 看看这个户型究竟是怎样的 来 let's go Hello 朱子 大家现在上来看这个实体楼 现时我就在这个88平方的这个户型 我现时在这个路蹄的位置 那我们看看外面的景是怎样的 首先看看这里 为什么有这么多绿油油 这个就是我们很著名的 阿公顶新宁公园 这个4A级的风景 它是一个山来的 即是平时可以登山的 在右边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可以看到那个轨道 那个就是惠庸站 这里你入站是很近的 只剩600米的 那入站的时候 它的高铁的速度 会大幅减四 就是慢慢地滑进去 声音就不会很大 那边的红色那些鲁鱼是什么呢 那些是我们的 也是属于我们会用地标性的一个鲁鱼本 叫声河单蹄的 是的 它同样都买的 价格稍为比这里贵一点 好了 那看回我们的内鲁里面先 我们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现在这个鲁鱼可以看到 阳光很漂亮 这里是潮南向的 一个全木体色山景的 一个景观是非常之好的 即是永岛性的山景景观 不会再起鲁鱼了 那现时这个鲁鱼也挺大的 两尾阔的楼台 三尾六的一个墙 这个积极才是88 好了 进来这里就是一个客厅的位置 我们都可以看到 客厅的位置都是够小食用的 方方正正的 同样都是一个树厅 即它的餐厅和客厅是不分离的 就是这样大的 显得整个厅很气派很大 好 那我们进来看一下这个位置 先讲一下这个入模是怎样的 OK 这个壶形是怎样的呢 是两栋四火 首先这里是我们两栋 一 二 这栋就没开的 两栋四火 这里右手边有两火 左手边也有两火 现在先介绍第一个就是右手边这个 进来这里是一个消货门 进来这里就是我们这个88的 可以看到 88的 这个是无配交楼的 无配交楼有什么呢 就是这些门 标配的门 就是我们那些指纹 这些门很漂亮 订造的天主春初这个牌子 订造的实务门 四下一门是很容易的 进来这里 我们这里留了一个很大的鞋柜位 留了一个很大的鞋柜位 我们自己做鞋柜就不用担心 虽然它88的 但是胜罪你做到鞋柜之后 它的过度是够宽门的 进来这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餐厅位 餐厅位和客厅是不分离的 可以看到 整个很大气的 餐厅的现时放了四人位 其实坐五个六个人都没问题的 进来这里有一个烫门 进来这里是厨房 厨房你可以看到它放到雪柜 还有一个L型的厨台 包括吊具全部都做好了 这样煮饭的话空间是完全够的 这里是煮饭这里是写菜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它有一个生活阳台 那这个生活阳台你可以保持住它 即是楼内坐水 摆洗衣机 摆一些责物 或者你帮助它整个厨房 这样连连都可以的 这个生活阳台是很大的 这里可以封的 生活阳台是很大的 所以说它这个积枝 它有这样的一个主阳台 一个生活阳台 可以带到两个阳台 这个食用率非常高 88个字 好了 讲完这个厨厅 我们讲一下里面的厨房 那个房间和厕所 首先我们看看右手边这间 都是主阳房 第一间这里是主阳房 我们进来可以看到一个 这个其实都够用的 都挺大的 而且不会说是阻拌 它留到一个粒子 那厨厅 现在摆到一个尾白的大床 还可以 摆两个床头柜 还可以坐到 一二三三边六床 还有潮南的 还有一个 这个飘台是全赠送的 一个大飘台和大飘仓 这个飘仓看出来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雅公顶的新栗公园 以及我们远一点 那个星河丹提的楼宇 所以这个景是非常漂亮的 每一天可以呼吸到很新鲜的空气 就是买这里的楼宇 那个负楼子的楼宇 非常之高的 因为是我们的山景 我们再看看对面 这里就是什么呢 这个是第二间房 第二间房 它同样也是一个标准的房间 它虽然不可以坐到三边落床 但是它同样可以坐到两边落床 还有你订造的话 其实这个飘台是L路形的 你可以利用起身 也不错的 这个位置 利用起身 这个房间也够用的 同样它是看到我们的山景 也不会有遮挡的 这里有少少看到其他动物 但是不会有很大影响 整个面 这个彩光面 因为我们现时在三楼 三楼已经有这么好的彩光 以及这么漂亮的景 如果你买到十多楼 二十多楼 那不是很棒 这里是一个洗手间 以及一个阳光房 首先说一下这个洗手间 它做了一个干湿分离三段式 现时也挺流行 进来这里是一个洗手盆的地方 洗手盆里面就是一个马桶位 里面是我们洗澡的地方 洗澡的地方是很大的 很大的一个位置 同样一线的鸣枪都够大了 这个厕所就不会不通风 不干爽 通风干爽的效果是一流的 好 进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三个房间 为什么最好介绍这个房间 因为这个房间是阳光防暴建的 它只是记一半的面积 另一半是正宋的 不记任何面积的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房间 现时它做到一个画画室 其实看过我们很多片都知道 这些房间 你拿去做多功能房 或者是小鞋房都可以的 阳光是绝对不用担心的 这一面墙 这个位置是可以封一个大大的玻璃 超大的玻璃窗的 这里看出来的景都是漂亮的 不同样的 可以看到我们那些山景 那些园林那些绿化的 所以它三个房间都看山景的 还有厕所 这是第一位很大的名称 总体来说 这个户型是非常值得入手的 听到有3.6的大厅 它的入正面积才88 即88 还有这个价单是很便宜的 怎么说很便宜呢 便宜到这个 休息一下 这个样工好正 我喜欢站在这里说话 好舒服 因为这个价单有多便宜呢 它现在是这样的 就是它现在是刚刚开始起动的 就起动了几天 就是刚刚每天都复活了的 这个楼盘也是本来开发箱的 那它的卖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这里来高铁站很近的 近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你坐在阳台这里 坐在这里都可以看到那些高铁 慢慢地入站的 因为它入站的时候 又有高铁来了 它这里是减少到那些速度 就非常之静的 不会说很吵的了 那这个高铁站就是卫庸站 这里可以直接到香港的西果农 即是60分钟 这里走过去 我们距离高铁就是600米而已 600米的距离 是的很近的 它也是属于真正一个 高铁最近的楼盘母之一的了 是的 那旁边呢 我相信大家知道 价单都不便宜的 都要去到万三四 那我们这个楼盘的价单 只需要九千多元 即是九千三 九千四 都可以买到一套 是的 这个价单 还有它是一个准现楼 即是二四年的年尾之前 合同就会交楼 还有它付款方式都很有趣 怎么很有趣呢 首先它是灵仔首期 灵仔首期之后 它的月工是怎样的呢 你灵仔之后上车 它的月工一直送到什么时候 送到你交完楼 你住了 出卖房产证为止 一直送到你出卖 拿红本的 即是在你出红本之前 你都不用付月工的 是的 都是开发商帮你付的 是的 所以这个是不是很正 我住在这里 我照样地住 但是就不用付钱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先上车都不用买票 这个废话不多说 那我们再说回其他职 我们再看看 那个大小小的 九十七那个职 我们再去看看 刚才跟大家讲解了 我们那个八十八的职 现在我就来到这个九十七 九十七这里了 九十七是怎样的户型呢 它是一个南不对楼 雙露台的三房 我们先看看这里 这里是它的露台的位置 它的厅比八十八要大些 这个厅有三米八的开间 一个宽度的露台也有两米左右 但是现在我们现在在三楼 三楼可以看到 因为它一二楼是商场商铺 就不会看得那么漂亮 但是你看到外面漂亮的话 外面那条路 那里写着 那里有一条路 就是我们来高铁的那条爱门路 那里 就是我们平时下去买东西 就是那些淡水的 淡水的淡水 整个一个老的城铸区 就是淡水的淡水 就是淡水的淡水 淡水的淡水 淡水的淡水 那里就是我们的惠庸人民医院 就是地陆医院 这条同样也是我们的高铁 就是我们这里的惠庸站 这个户型 这个位置就是看少少山景的 高层会比较漂亮 但是同样也是没有遮挡的 景同样也是OK的 好了 我们看一下这边 这个景都可以 这个就是我们的淡澳河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白色屋 那里就是淡澳河 所以这里一个一二三 一个楼台有三面的 就是没有遮挡的景 是OK的 好了 那说回这个厅 就是刚才说的 一个三尾八的一个超大的厅 可以看到这个厅是很大的 那过来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 这个入门区先 它这个方向 同样不是88个一边 就是另外一边 这里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独门独户 怎么独户呢 这边是我们两个楼台 刚才介绍到它两个楼台 四伙的嘛 那这个楼台一出来 往左手边走 从这里开始全部都是它 独门独户 包括这个 这个公共位置 这个大飘台 和一个大飘仓的这个采工位置 都是它一户人可以享受到 一回来就不会太压抑 这边是一个独门独户的户人来的 那这里一入门 右手边就是一个大飘台的位置 这个都是全正送的 一个采工的位置 对 那我们看一下 这里 右手边就是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 是一个座一个老人房 或者是小卸房 都可以的 房间是高的 一个大衣柜 有60 接近80 70的一个衣柜 这里可以坐到两边的床 都是可以的 还可以放在一个床头柜 这个房间是很适用的 但是这边就在这边下床 这边就下不了 就是这样的 那我们看一下右手边 右手边就是我们的客厅位 客厅位有什么呢 有一个厨房 一个大老台 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活阳台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老台 因为风有点大 这个生活阳台都不错的 位置是高阔的 毕竟是餐厅的 不可以形成一个真正的 南北对楼的一个大厅 这个生活阳台的景点 我们可以看到了 因为现时是三楼 就不要看楼下那些 首先看回花园内园 这边右手边 看到内园之后 还可以看到整个阿公顶的新龙公园 整个山景的景观 是很漂亮的 是四一级的 富利子都特别高的 看左手边 一样是看到我们的惠庸高铁站 因为毕竟来很近 可以看到高铁站在那边 惠州南三个字 现在改名叫惠庸站 可以直接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惠庸站 即是600米走过去 你说远就不是很远 是吗 走路都是几分钟 进来这里就是我们的厨房的位置 厨房没有一个生活阳台 甚至有餐厅外面的大阳台 但同样窗户的彩光面 彩光是非常之好的 那厨房做到什么呢 一个L型的 有少少U型 半U型的一个大厨房 都可以的 这里是写菜 煮菜 然后这里是切菜 可以的 放一些电饭煲 这里同样有雪櫃位 虽然不可以放在三开门 但好像这样 其实都够用的 三开门 这些 这样 这个雪櫃都可以的 这个雪櫃都对的 那随房就 正在够光猛 对了 而且很方正 煮完饭出来 上菜又方便 对吧 这里也不错的 这个南不对楼的97 那我们看看 它里面有两个房间 两个厕所 好了 我们首先看看第一个 右手边这个就是工位 工位 它是一个干湿分离 这里是一个门 这里是我们的洗手盆 马桶 里面是洗澡的位置 包括同样也有一个大标台 这里有一个全地的一面窗户 从外面的 这个厨房同样是很通风 而且它会完全够位置 这个厨房很大 这是其中一个 好了 那我们过来看看这里 这里就是一个阳光房 跟我们的88 差不多都是阳光房 部件的 这个房间 你说小就不会 但是胜在彩光够好 而且景观够漂亮的 平时坐在书房 或者有朋友过来睡觉 都可以的 或者自己喜欢健身房 都不错的 这里就是我们介绍的 最后一间房间 这个房间很有趣 如何呢 进来这里 我们的厨房门 就不会对着我们那里 就是很好 这样隔开 不会对着门 进来这里 它同样一个 三段式的洗手间 我们的洗手盆 马桶 包括我们这个 洗澡的位置 都是够阔的 你看一下 刚才厨房这么大 这个厨房的厨房 都不会输了 是不是 都是够大 是的 你说放浴缸 可能就不可以 但是你这样 阻光湿分是很正的 那么它的主人房的床 同样放到一个1米8的床 是的 1米8的 1米8的床 然后两边有床托柜 还可以做到三边落床 还有它这个飘腿 同样这个飘腿的位置 都是全证送的 这个窗户的景观面 又看到我们的火车入门了 试试过来听一下 这个火车的声 是不是其实听不到的 我们都全城都 阿珠珠都在说话 是的 不会有影响的 因为它这个是做到一个 双层的隔音玻璃之外 还有它火车入门的时候 是很慢的速度 不会加速 是慢慢地滑入来的 所以就算我们现在直线 对着这个高铁 其实是听不到声音的 基本上是听不到声音的 好了 那我们这里就是一个衣帽间 这个衣帽间很正 那这里你可以做一个衣帽间 或者自己的小小的化妆间 都不错的 这里放个化妆镜 放首饰 这里有一个大大的衣柜 所以这个房间总体来说 它这个97的 三个房间够大 之外两个厕所够大 同样它是南不对楼的 双楼台 对了 双楼台 还有它有这么大一个厅的位置 好了 那我们这个户型 是漂亮的 还有一个重地玩的 就是同样也是零仔 即零首期 还有送月工 送到什么时候呢 送到你交楼为止 交完楼再送到你出现红本为止 就是在你拿到房间证 之前那一天 你都是不需要给月工的 开发生会帮你工的 这个是保证到你交楼的 是 一定说不会出现有耗族的问题 这个是很安全很放心的 是的 那那个价单 这个南北通的 若望就是9500左右有的 主要是看楼层 看这个付款方式 当然一次性会便宜些 是的 如果你有兴趣的观众 现在Juji介绍了这个88的三房 两厅一位 和这个97的 现时在的南北露台三房 两厅两位 这个如果有兴趣的观众 或者粉丝 可以WhatsApp 或者微信 就找Juji 那我们24小时 有专人有专车 会在各大河岸 车大家过来看看实体 可以到处走走都可以的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